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控制器根据电压的变化就可以知道点击的是什么地方 然后再把坐标报给处理器 处理器帮我们进行点击 这个就是电走片的原理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不需要那么大力气 也不需要用指甲去按压电容品 既然名字叫电容品 肯定和电容有关 所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电容的情况 电容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简单说就是存储电荷 比如我们拿两个金属板 分别把它们接到电源的两极 然后两个金属板之间用一些绝缘的东西隔开 比如空气 塑料 玻璃之类的东西 通电之后 金属板会产生电厂 而我们的电容品也是一个道理 我们手机的触摸屏就相当于是左边的金属板 我们的手指相当于是右边的金属板 手指和触摸屏之间的塑料贴膜 以及长面下的玻璃面板都是绝缘体 所以这个时候就和上面的电容一样 形成了电厂 然后就影响到了屏幕上面的电荷 这些电荷大家又可以想象成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粒粒泡沫 当我们把一支笔摩擦起电之后 靠近这些泡沫 这些泡沫就会被吸起来 而这支笔大家可以想象成是我们的手指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带电 所以手指靠近屏幕的时候 就会对屏幕下面的电荷产生影响 然后控制器发现电荷的变化之后 同样会把作用包给处理器 帮我们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个就是电容品的原理 视频的最后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网站 或者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 还可以看到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